有多久不見,我算算大概五六年吧,有這麼久嗎? 我相信觀眾朋友你也好久不見他 只是在綜藝節目還看到他的演出 來歡迎好久不見的崇維銘 大家好,很開心來這檔節目 我問一下,你有來這邊吃過嗎? 你這裡沒有,這麼多年也有 我們也沒有五六年不見 不止了 不止了 OK,我問一件事情 這麼久不見,但我覺得今天看到你 當然我還是看到神采利益的崇維銘 但我發現到是年齡增長還是怎麼樣 你的髮際線怎麼這麼高 超高的,我前一陣子整理 有的時候上節目要拿以前的照片 對對對 你在找到以前的照片才發現 哇,怎麼高成這樣現在 等一下,你是不是清朝人 你是不是,這是多久前的資金 這個啊,這個也不過就是上個月吧 上,所以你髮際線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我問一下,家裡有這個問題 家裡沒有這個問題 家裡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的額頭是長得比較高 是 對,那我們家的男性其實還蠻不掉的 因為其實我也去做過檢測 我的每一個毛細孔裡面長 長的毛髮還蠻多的 那你什麼時候發現到你有掉頭髮 有髮際線長嗎? 其實是有一個女朋友的 有一天這樣 有一個女朋友 對,因為很多女朋友 不能騙人家說我這麼成情 我只教過一個 真的太有心了 對,有一天女朋友是這樣 他洗完澡的我喜歡罵人 因為他一洗完澡 那個排水孔改 就塞滿頭髮 是 然後女生都覺得噁心 不敢去抓著頭髮 所以他洗完澡說 你過來你看 頭髮掉成這樣 好兇喔,好害怕喔 對,好 然後我洗完以後 他就進廁所 進廁所以後 你過來,我過來 幹嘛 你看你的排水孔 我回看 原來男生的排水孔 洗完澡也可以塞成這樣 你那時候就發現了 原來你也會掉頭髮 你那時候就發現了